能不能抱一下 What 那个突然凶杀了 开玩笑哦 你是老板吗 嗯 我也是老板 创业不易 拥抱取暖 我叫卧龙 这样哦 你是卖鱼的啊 我以前也卖过鱼 鱼不是这么卖的 你这样卖的话有成交 但是有多少回头呢 我给你设计一套销售模式 能够让顾客回头十次 二十次甚至三十次 帮你锁定周边小区 两千户的资源 你要不要听一下 别犯人干中 三十分钟帮你卖三十条 而且每一名买的顾客 都会回头 如果说不管用的话 我买三十条 你有欠吗 我转账 不转 但如果说卖掉的话 能不能去你家吃个饭 主要你能走岛 直上都走 首先呢 鱼不是这么卖的 广告词 要不要设计一下 第一句 众里寻鱼千百度 第二句 不然回首 就在此处 万水千山总是行 多买两条 行不行 放在这里 区别看来 因为你要记住一句话 在同行这么多的市场里面 要么跟同行不一样 要么做得比同行更好 第二个 我马上推出一个活动 你姓什么 我姓王 只要跟你一个姓的 也姓王的 过来 买一斤送一斤 那么亏了 听起来是亏的对吗 先听我讲完 如果不是姓王的 过来的话 也可以领三块钱的 买鱼钱 就可以顶三块钱 扫三块钱嘛 那我问你 别人会选择去 他家还是来你家呢 这儿 对不对 对于你来讲 你只是少赚了一点 对吗 你肯定没有亏本 所有的引流和成交 都是为了不断的锁客 你只有签注流量 你才有机会 二次三次四次销售 你不要老想着亏 卖什么 就不要赚什么的钱 这套模式就叫做 价值传递营销法 你拐仇面了 我都没想到 马上推出第二招 叫做引蛇出洞 你看哦 现在的话 买三十块钱的鱼 送三十块钱的鸡蛋 听起来又是亏本了 对吗 来 我给你算一比赛 三十块钱的鱼 是一次性给到顾客的 三十块钱的鸡蛋 是分十次给顾客 每次顾客过来 就领三个鸡蛋 前提是买鱼领鸡蛋 因为鱼加蛋干嘛 是不是刚需呀 刚好你有鱼就有蛋 每次过来 顾客会不会只吃一种鱼呢 有没有别的产品 你不是还有青蛙吗 还有螃蟹吗 黄鳝吗 是不是等于 顾客回头帮你收担了 那有一天 顾客把鸡蛋领腻了 你就跟他讲 哎 不用领鸡蛋也可以 鸡蛋可以换成 三块钱的底用券 听见了没有 所以说这三招下来 引流解决了吗 解决了 索客解决了吗 解决了 他得回头十次呢 领完鸡蛋对不对 然后生担解决了吗 解决了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更厉害 要跟你讲 这一招叫什么 叫做飞龙在天 通过这三个方法 是不是囤积了大量周边的小区资源呢 你有手上有大批的客户了 每次过来 你要不要加好友呀 有 群里面发红包 养到红包金额最大的钱 三个人第二天过来 送一条小鱼 送一条小蚯蚓 送点小菜都可以 那么以后你是不是不只卖鱼了 你是不是可以把旁边的鱼汤也拿下来 拿卖菜 明白了没有 通过你的主要产品来引流 去赚别的产品的钱 这个就是卖什么不赚什么的钱 知道怎么赚钱了吗 知道 那你一会去你家吃个饭 走 随便吃 只要买的吃 吃啥都行 吃啥都走 嗯 吃啥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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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啥都行